我们看到这是在立法院外的情况 那么刚刚曹新成才致辞完毕 我们把画面再切回现场也来看 曹新成现在接受媒体的访问 是不是有现场的画面可以来看一下 好 我们就一起来听 台湾人输不输得起 三读通过 台湾人输不输得起这一帐 不过我们不会输 我们不会输 这个三读通过我们很多方法去把它翻过来 不用说 只要说你可以实现 可以公民复决 那么可以要立法去改选 很多方法 所以只要大家有足够的觉醒 有足够的团结 我们民主永远存在 民主归此 有什么话想跟现场的支持群众或是观众说加油或什么样的话吗 对啊 我觉得大家的精神我非常敬佩 我希望我能够跟大家持续走下去 好 好 这次第十三读挡住 第十三读能够释法 那么未来的四年 蓝白是否还会推出不断地推出类似的这种法案 台湾人是否做好了准备 我相信经由这次的聚会所展示的力量 我们是可以把它翻过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哈喽 我是庄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